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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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你亲自的分别为圣 也求主你亲自来祝福 保守看顾 每一个到你面前的 你的儿女 我们谢谢主 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所求 Amen 好的 亲爱的弟兄子们 接下来是我们的诗歌敬拜时间 如果你方便的话 邀请你站起来 和我们的诗班 一起来唱这一首赞美季 有请宋文堂敬拜小组 我们先想赞美季 来进入神的殿中 我们先想赞美季 我们先想赞美季 来进入神的殿中 我们已感恩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来写上赞美的心 我们先想赞美季 来进入神的殿中 我们先想赞美的心 来进入神的殿中 我们已感恩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来向你写上感谢的心 我们已喜乐的心 来向你写上赞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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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要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他得胜的君王 我们要来宣告你的名 因为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名 来过得胜的生活 从此不再惧怕 从此不再在最终打转 因为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名 来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 哈利路亚 就让我们跟着敬拜团队 来唱这首诗歌 靠着耶稣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软弱的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失望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不再最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的身 靠着耶稣的身 靠着耶稣的身 从此身要靠着主爱去的身 靠着耶稣的身 靠着耶稣的身 我被决定 我被决定 怕错了牌 甚至出案更宽阔 是你 带领着我的伤 靠着耶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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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身要靠着 如爱去的身 靠着耶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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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想要靠着全来去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不必惊怕挫败 靠着主人更光顾 使命是领着我化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总之想要靠着全来去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不必惊怕挫败 防止主人更光顾 使命是领着我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总之想要靠着全来去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不必惊怕挫败 靠着主人更光顾 使命是领着我化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目准着kid 靠着目准着 Terje Listen to Poor 靠着ச 靠着地 靠着 也在一起 靠着 向 AI 他讲到的题目是 靠主站立得稳 经文出自于 菲利比书的四章 一到九节 将时间交给许牧师 各位在云端的朋友 弟兄姊妹 你们平安 我是许牧师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心中有平安吗 请问你的平安是从哪里来 你信的是什么呢 你所信的能真的带给你平安吗 你是否能在你所信的道上 站立得稳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 靠主站立得稳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到的内容之前 我们请大家听听今天的经文 我所亲爱 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主 站立得稳 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 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恶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 曾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格力棉 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 她们的名字 都在生命册上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 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义无挂力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为什么有一些的 教会的基督徒 开始信得很好的 后来却离弃 他们所信的道 竟然跑去 拜那些 人手所造的 假神 今天我要从 菲利比书里面 来看看 菲利比人 他们过去 是拜假神的 但是 为什么 后来 他们却信奉 耶稣基督 为他们 自高的 真神 你知道 菲利比人 在古代 他们在信 耶稣之前 他们 所信的 他是许多 希腊的 神明 而这些神明 都是 彼此之间 你争我夺 还有 他们 不然是 信那些神话当中的 神明 他们 也信一些 历史上 有丰功 伟吉的人 信他 为神明 但是 如果我们 留意 这些 伟人的 故事 也发现 他们 不过是人 他们 有生 有死 他们 有成功 他们 也有失败 最终 他们都在 坟墓里 永远 不会站起来 在菲利比的 市区里面 有许多的神像 但是 有两个神像 是很特别的 他们不是 神话当中的 神 他们是历史人物 第一个 是希腊王 菲利二世 而第二个 菲利比人 所信奉的 神 就是 罗马王帝 海撒 阿古斯都 他们都是人 为什么 菲利比人 却奉他们 为神明呢 首先 我们来看 第一个 就是 那个 希腊王 菲利二世 菲利二世 他是 一个伟大的 王帝 因为 他把 当时 希腊里面 许多 各自为政的 那些小城邦 全部 统一起来 建立一个 伟大的 马其顿 帝国 他的成就 过去的 希腊王帝 当中 没有一个 能比得上他的 他就是 后来 伟大的 希腊帝国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是 亚历山大的 父亲 他是一个 了不起的 王帝 他 统一了 许多的城邦以后 他在菲利比 为自己 挖了金矿 为了表示 他的丰功 伟极 他就在 金币上面 刻了自己的 敲笑 他为了表示 自己的 能力 荣耀 他就在 他自己的 儿女的婚礼上面 举办的 极其豪华 这个伟大的 王 他也是 树立了 许多的仇敌 也是许多的人 垂帘 他的地位 想取代他 当他在 那个婚礼当中 他进入 门口 靠近群众的时候 在群众当中 有一个 他的侍卫 混在群众当中 突然 跑出来 用手上的短剑 把他刺杀了 菲利而是 他的倒在 穴坡之中 他太大意了 他没想到 他的敌人 竟然 自己的 护卫 就是这样 他这一生 二十多年的 丰功伟极 就随着 他的血液 流干 死了 在当时 希腊的历史学家 他对菲利而是 做出 一生的 评价 他说 在那个时代 菲利而是 是欧洲 最伟大 了不起的 国王 他所 统治的 广大的土地 使他自己 坐在 宝座上 也使他自己 与 希腊的 十二个神明 同列 因为在他为 女儿所办的 那个婚礼上面 为了显示 自己的威容 他在游行的 队伍当中 就吩咐人 把这十二个神像 神明 抬出来 游行 他也为自己 也造了一个像 与这十二个神像 一同游行 一同并列 他以自己 为神自居 他想不到 才不到一会儿 他这个自封为神的 就被人暗杀了 所以圣经说 骄傲在败坏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历史过后 人为他建造神庙 封他为神 去膜拜 愚昧的希腊人 拜这个因骄傲而跌倒的王 这人在他极其骄傲的时候 上天就历史的管教他 使他倒在血泊之中 第二位在菲律比人 所拜的神 就是一位历史的人物 罗马海撒王帝 阿古斯都 阿古斯都 他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统治罗马帝国的 海撒王帝 考古学家 就发现在菲律比的城内 有一株他的神像 在那里有他的神庙 是供菲律比人去膜拜的 阿古斯都 他惹不起 平定了罗马帝国的内乱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丰功伟级 他就在罗马的钱币上面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图 就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一个神明 朱利乌斯 这个朱利乌斯神 为他加冕 在罗马帝国里 他把自己封为神 许多的罗马王帝都以神自居 也强迫他的人民去拜他们 不拜的话 恐怕会触犯神明 甚至会丢到斗兽长拉里 被野兽吃掉 愚昧的菲律比人 可能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 可能也是为了生活 他们向这位王帝跪拜 但是那些有得救智慧的基督徒 他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是鱼不可及的 所以了 菲律比的基督徒 他们拒绝了罗马王帝 做他们的神明 能想想看 人都拜王帝 你们不拜 这些的基督徒 所面对的压力是何等的大 也被当时的社会所垂弃的 但是感谢主 菲律比不少的人 靠主能站立得稳 保罗奉劝和面与菲律比信徒 他告诉他们 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 他与罗马的神明有所不同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他反倒虚极 取得卢谱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子 他呢就谦卑 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何等的卑微 因为他的谦卑 神就使他身为至高 世界上所有的王 都是居心骄傲 想办法抬举自己 甚至疯狂的去抬举自己 成为神明 最后这些人都死了 唯有耶稣基督 有人说 耶稣也死了 但是 有所不同 因为耶稣说 我是愿意把命舍去的 如果他不舍去 根本没有人能取他的性命 他有权舍去 也有权 拿回来 所以 他死了 他复活了 圣经说 神 升他为至高 是天上 地下 和所有的 无辜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 之主 这些希腊的神明 根本不能够跟他相比 当这些伟大的王帝死了 世界的人再不会以他们的名号为国家的年号 他们死了 他们的年号也在历史当中消失了 意思是说 今天世界的历史 不会以某一个王帝为历史的国家的年号 但是唯有耶稣基督 因为他死了 他复活了 今天的历史是以他的名为年号 请问今天是几年呢 公元几年呢 是公元二零二三 公元二零二三 在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 耶稣出生后 二零二三 两千零二十三年 所以世界的历史 以耶稣的名为年号 这世界以谁的名为年号 这世界就是谁做主 谁做王 这世界既然以耶稣的名做年号 表示耶稣是这世界的王 是这世界的主 人要拜的 不是那些已经在历史当中死去的 他的年号也跟着消失的那些帝王 要拜的 要敬畏的 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 万主之主 万神之神的 耶稣基督 感谢主 他的年号永不过去 因为他的国是永远的 他要做王到永远 你知道吗 贝利比人 他们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从前所信的那些的王 他们是必死的王 他们的国度是必死的国度 然而贝利比人 他们最庆幸的 就是他们从必死的国里面出来了 如今他们所信的不是必死的王 而是一个不死的王 他们所得着的是不会过去的国度 而是一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保罗就这样说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 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感谢神 耶稣基督 能够使我们这些 从黑暗 从败坏将要灭亡的国度里面出来 使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 而且也能够把我们 卑贱的身体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使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 进入他的国度 感谢神 耶稣出生后 2023年 这世界仍然以他的名为年号 这证明了耶稣的国度 永远不朽 所以感谢主 你知道今天 从耶稣出生以后 从耶稣死里复活以后 他的教会建立了多少 他可以说 他的分店 如果以教会 做耶稣基督的分店的话 这位永恒的天上的老板 他是全世界最多分店的大老板 感谢主 从基督教建立在地上的第一天 教会只会在地上增长 虽然遇到多次的迫害 甚至有人在罗马的斗兽场里面 被残害 但是教会从来没有被阴间的权柄 所胜过 所以感谢主 我们的主 他是胜过了阴间的权柄 也赐给那些靠主站立得稳的基督徒 胜过了阴间的权柄 使徒保罗写菲律比书 他写给菲律比人 他最担心菲律比教会 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们经文所读的 他劝弟兄姊妹说 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因为当时菲律比人 所面对的压力的确是不少 他们周围都是不幸的人 他们周围都是拜假神的人 他们周围都是为着自己肉身的生命 想保存而向假神屈服的人 那菲律比教会面对许多周围的敌人 同时在教会里面 也出现了有怨言有纷争 所以保罗就担心了 这种内部的纷争 会使他们在真道上面 站立不稳 所以他写这封信 要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 就是解决内部的问题 那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了 站立得稳 来对付外面的敌人 当然 菲律比人对付外面的敌人 不是用武力 而是用耶稣基督的爱 来征服这个世界 他们内部的问题是什么呢 保罗就对菲律比人说 我劝有阿爹 还有寻都基 要在主里面同心 我也求你 这真实同父一儿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 曾与我一同老苦 保罗讲到教会内部 有两个姊妹 就是有阿爹跟寻都基 他们有纷争 他们彼此有怨言 保罗说 这两个人曾经跟他 在福音上一同的老苦 这个老苦啊 原文是什么呢 它是原文里面是讲到 是用一个罗马人的一个 在斗寿场里面 所用的一些的术语 这个术语呢 就是格斗 跟谁来格斗呢 就是在罗马人啊 在希腊人所建造的戏院里面 后来改成斗寿场 他们呢 就在斗寿场里面呢 往往呢 去制造一些娱乐的节目 就是在荒野 给了抓了一些野兽 然后呢 有几个勇士呢 坐在那个斗寿场里面呢 就看他们呢 怎么样杀死这些野兽 或者这些野兽 来杀死这些人 群众官员 王帝都以这些格斗了 为他们其中最高的娱乐之一 那这种的格斗啊 是人与野兽 在这个斗寿场里面 打得穴落模糊 非常残忍的事情 你知道几个人 在这个斗寿场里面 跟野兽来国斗 如果他们自己互相的打起来 那最后你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他们不是被狮子被熊吃掉 哪怕呢 一头野狼啊 也都会把他们吃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自相残杀 所以保罗用到格斗这个词儿 就是告诉弟兄姊妹 尤阿爹 尤阿爹 寻杜基 他们是曾经与我们一起在福音的施工上面 跟那些魔鬼仇敌来格斗的 现在呢 大家要去帮他 我们不要分心 不要发怨言 不要纷争 我们要同心合一 要对付那天国的仇敌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 我们就在这世界的仇敌面前 就站立不住了 所以弟兄姊妹 当教会内斗 斗得你死我活 精疲力尽的时候 敌人就趁机而入 一下子就把教会吃掉 所以保罗非常担心的 就是信徒能不能在福音的施工上面 为主的缘故 同心合一 因为我们周围有许多反对福音的仇敌 要想办法把教会消灭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事情 感谢上帝 这是保罗对非比教会所忧虑的 所担心的第一件事情 而第二件事情 保罗劝勉菲利比的信徒 第四节 他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了心 因为主已经进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接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看到菲利比教会有忧愁的事情 而这些忧愁 很可能是从他们的忧虑而来的 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 应当一无挂虑 他们的忧虑从哪里来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面对敌人 面对迫害 也有人可能他们的财产被充公 也有人可能生活 他们开始遭遇困难 也有可能有人 他的家庭 他的亲人 生命遭受了危险 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 造成他们的忧虑 然而保罗也都知道 做基督徒是需要面对这些的苦难 因为他自己到了菲利比 他也受尽很多的迫害 然而他靠主战利德文 越是受苦 他越是奔利的去传福音 因为他知道所信的福音是真的 保罗他虽然是罗马公民 但是为福音的缘故 他受尽很多的折磨 很多的迫害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他也都知道他所信的是永生的真神 能够永远带来灵魂的平安 所以在大苦难当中 大争斗当中 把福音传给了菲利比人 你知道吗 他在菲利比坐牢 他是在征战当中 把福音传给菲利比人的 菲利比人都知道 保罗告诉菲利比 怎么能够胜过忧虑 我们人在世界上 不可能没有苦难 不可能没有困难 如果是因为信仰而带来的困难 或者生活带来的困难 我们可以解决 怎么解决呢 就是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经文提到神所赐的平安 这个神所赐的平安 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就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保守这个字啊 是一种军事上的术语 你知道菲利比啊 它是罗马帝国里面的驻防城 哪里有内乱啊 那里呢 有罗马的军队 直接指挥 平定内乱 所以呢 菲利比这个城 它的责任就是 要看守罗马帝国里面 所有有可能发生动乱的 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 兵就派出去平定内乱 所以呢 菲利比人家都知道 保守这个城 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词 就是把守的意思 看守的意思 弟兄姊妹 人的忧虑 是一种内心里面的内乱 是一种忧患 怎么样把它平定 我们要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 怎么样去看守我们的内心呢 怎么样平定内心里面 波涛汹涌 翻滚的忧虑呢 就是借助祷告 祈求和感谢 兄姊妹 当保罗提到保守的时候 每一个菲利比人 都会明白 菲利比城 他的职责和他的功用 就是保守这个国家 看守这个国家 为这个国家 平定内乱 兄姊妹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神会借此 来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你不保守他 你不平定他 这个内乱会越演越大 甚至会带来生命的危险 带来整个教会的危险 你知道吧 好好的祈求 是真的能够带来内心的平安 好好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人心中的焦虑 会真的会得到上帝的平安 而上帝的平安 是胜过了罗马帝国里面 军队所带来的平定安稳 在这里我们看一个人的见证 他曾经写了几个大字 这是大到即行也 天下为公 他相信天下世界 有一天上帝的公义和平安会来临 这位历史人物是谁呢 他就是一个相信上帝会带来真平安的人 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他是看到中华民主病了 唯一的方法要救中国 就必须要改革 所以呢 他就推动革命 但是他在清朝的王帝的心中 觉得他是一个大患 必须要铲除 多次想要逮捕他都没办法 结果有一次孙中山到了伦敦 你知道在伦敦 清朝有他们的大使 他们就派人 邀他出来 结果趁着没有人看守的时候 就把孙中山 孙文就逮捕了 你知道在英国的国土里面 你逮捕了别人 那是触犯英国的律法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神不知 鬼不觉 这些清廷的大使 就想办法呢 把孙中山 私运 出境 然后把它处决 当时孙中山 被逮捕以后 被锁在一个密室里面 叫天不应 叫地不明 当时他心里想说 必死无疑 可能革命的事业就此结束 但是 他是个基督徒 他从流选 下万一的时候 就已经相信 上帝和耶稣基督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迫切的祷告 他从来没有试过 那么真诚的迫切的祷告 因为他知道 他必死无疑 他心中 他的忧虑 他的焦虑 如同浪潮一样翻滚 所以他拼命的祷告 拼命的祷告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他祷告到第七天的时候 那种心中的平安 就代替了焦虑 好像上帝给他一个印证 就是说 神会把真平安赐给他 结果 没有多久 他在英国的老师 康德里博士 带着许多的警察 前来营救 就把孙中山 从这些清廷的人手里面 救了出来 从这件事情 国父经历到 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 他是真实赐平安的上帝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信了主 他们也祈求 但是他们求也得不着 因为他们所求的 忘求 第二 因为他们所求的 他们祈求的时候 他们不能信到底 孙中山 他就信到底 他就好像雅各一样 抓住了上帝 他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罢休 所以一直抓到 这个神的使者 愿意为他祝福为之 我们对神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要祷告当中 抓住神 一直到神 把他的平安 赐给我们为止 因为内心 得到的平安 就是印证了 上帝 正要带领我们 走出困境 正如国父一样 他逃出 清廷的手之前 先有心中 因祷告 所带来的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 祷告 能带来 真正的平安 所罗门王说 忧伤的灵死 枯干 你知道吗 人类 最大的 健康 的杀手 是什么呢 是忧虑 所以他又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 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而发 心思不正 是问题的所在 祷告 祈求 就是把你的心灵 再次归向真神 彼得说 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信徒来到永生神面前 必须要有信心 而且相信他 赏赐 寻求他的人 问题 是在我们 为什么没有经历平安 问题就在我们 不能信到底 从前 有一个 富翁 他提说 非洲某处有金矿 他就 买了船票 到非洲去 他投资 很大很大的金钱 在那里 买了一块地 就一直挖 挖挖 他希望 挖到黄金以后 最后 连本代理 全部 都 收回来 结果呢 他挖了很深 最后 一点黄金都没有 他就非常失望 终于 他买了一个 二挡舱的 船票 就回英国去了 在他回去之前 就很便宜了 把这个矿坑 卖给一个年轻人 结果 这个年轻人 就在矿坑里面 再挖 三尺深 就发现有黄金了 后来呢 这个年轻人呢 回到英国后 就遇到这个富翁 他说 谢谢你 卖给我这个矿坑 我只要多挖 深三尺 结果 我就得了黄金了 弟兄姊妹 这个富翁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立刻吐血而死 他为什么不能坚持到底 再挖三尺 今天很多的信徒 就是这个问题 不能信到底 弟兄姊妹 朋友 拜假神 拜偶像 拜世界上虚假的荣耀 甚至是金钱 荣誉和地位 这些都不会为人 带来心灵的平安 和永恒的永生 唯有敬拜真神 内心才会有真平安 真喜乐 许多的信徒在信仰上 跌倒离弃神 是因为他们不能信到底 不能信到底 就使他们没有办法经历神 耶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抠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祈求的就逼得着 上帝愿意将平安 加给那些敬畏和祈求他的人 因为上帝要你经历 祂是一位愿意你经历平安 祂也愿意你因为经历平安 而能够在所信的真道上 站立得稳 最后我们请宋恩堂的敬拜队 带领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诗 兴起为耶稣 我们有请宋恩堂的敬拜队 兴起为耶稣 兴起 兴起为耶稣 释迦中用精兵 高举基督君王亲 陌生我主为名 得生不断地得生 应出同龄全军 直到处地解消灭 为主基督是君 兴起 兴起为耶稣 兴起 兴起为耶稣 只靠救主的能 却兴起 兴起 允热一套 基地不认得生 尝尝不应地回家 天诚 兴起为耶稣 兴起为耶稣 祝福人不为 保处一等的身 兴起 兴起 让我们兴起为耶稣 基督的福音 让我们兴起 发出福音的光芒 让世上的灵魂能看见上帝慈爱的荣耀 愿神的荣耀充满着地 等着地的生命惯变 命与荣耀大君王 将权直到永远 天上不应地回家 虔诚到靠近期 危险永人不回 靠谷平衡的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将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聚会 到此结束 愿神祝福您 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racechurch.com 或YouTube频道 回看讲道 主日学和诗歌 也邀请您 扫二维码登录 我们下星期日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